你徘徊 那微光 落在思念中沉睡 我在梦的边境寻觅着 跟你讲啊 她虽然是一直单身吧 但也从来不找女朋友 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有影集 完了 完了 却被她听见了 这事咱俩知道就行 别到处说 所以你专程这来一趟 这是为了看我的 对了 顺便给你说一声 那什么 我马上结婚了 什么 你别激动 你别激动 刚才是不是有人跟我说 女人要自由 要捍卫主权 家里有个男人的好处就是 你上厕所没带纸 不用着急忙慌 出来找纸 我们家的马桶呢 是智能的 冲洗烘干液体 还在负粒子消毒 潜能解决的事 找男人干什么呀 喂 喂 你说 这好像是一种 老大再给谁打电话呀 看起来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哈喽 夏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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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喜欢上一个 我不该喜欢的人 现在大部分权力还都在我手里 如果这次成了 维林会转向货车导航市场 那我们之前积攒的客户 不全都废了 我倒是有个办法 说 生产的图纸已经发给工厂了 这几天大家这么辛苦 要不要明天休息一下 图纸已经发给工厂了 可是我并没有收到邮件 读书那会儿没觉得 感觉你好像随随便便都能考虑 什么时候这么努力 工作以后吗 因为这次目的有点不一样 是什么呀 因为你啊 在宇宙一万光年外 多少个星星在等待 可是everything's ok and every day I pray this is not a dream make it better day 这种地方还需要用力 是 那万一只剩一间了怎么办 哪有这么巧啊 不好意思 来不及帮你改了 谢谢了 灭腮 怎么了 香烔 她想干吗 你眼睛呢有东西 我会有垮 还不都怪您老人家来那么突然 我都没能认真补个妆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了 担心什么 北林公司不是一个 有发展空间的地方 所以你在担心我的前途吗 我是担心你的热情 那你就多虑了 你从小就应该知道 最不缺的就是热情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你不喜欢一个人的眼神 太明显 那你看我现在看你的眼神是喜欢呢 还是不喜欢 记忆深邃 追在星海里徘徊 那微光落在思念中沉睡 我在梦的边境寻觅着 试着把时间倒回 有车 许写我们故事结尾 收集心碎 为你照亮这漆黑 为你照亮这漆黑 来面对 回忆凭借的沉醉 一直围绕的事在你周围 是我的 换个位子 好 好 大家都知道当年 忠灵崇拜许岩石 许岩石 好久不见 嗯 你怎么会来我们班同学会啊 诶 我叫过来的 扭不扭 个人脉广吧 你转学之后 我给你家里打过电话 都没人接 也去你家里找过你 邻居奶奶说你们搬走了 你大学在哪里读的 人家在武清大学 难怪 我以为你会上清华呢 今天在这里见到你 真的很高兴 诶 忠灵 真以为徐岩石 是因为他来的同学会吧 不过以忠灵这种自恋的人 我觉得他肯定会这么想的 你别在这儿了 你快去看着徐岩石 到时候他就被人抛走了 他是个茶 那么好不好 可忠灵 是洞庭的老碧罗春了 能抛走他 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快去吃饭 吃饭 徐岩石 帮你一下 帮钟离你一下 我最近打球受受伤了 没问题 拿去 现在知道错了 当初网上身上吐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后果 开什么玩笑 你知道他在侮辱 并且践踏我一个 非常尊敬和敬仰的一个 上司兼同事 徐岩石这个统治 在我心中的形象 如此神圣高大并且伟岸 一个人从来在公司 连年假都不行 兢兢业业的 刻苦努力 一个人撑起了一整个部门 这样一个好同事 在饭桌上被人那样的 侮辱并且践踏 你觉得你能忍吗 我作为公司的代表 痛心疾首 只是代表公司稍微的 教育了他一下 就是 稍微了 我就不敢问 但是 以后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你不需要做 我不用你为我出头 说好 说好